老闆你看 昨天让他熊年捡一个 我也抢不论是怎的家的 过来几个家 你看看 是嫂子看是怎的家的 但是我都给他 给他二百块钱 然后再多给他这儿 家里都算了 那老闆的标的啊 这是谁啊 标的 这个是这位男子 就是他一个弟弟捡了一个这样的金锁 就说给他二百块钱是吧 是 嫌给他二百块钱 嫌给他二百块钱 这个金锁就是来看一下真假 如果是真的呢 都给他这钱是吧 可以 在哪里捡呢 你弟弟有没有说 有没有说在哪里捡呢 他也没有跟我说 我说也不一定是怎的 看着不像真的是吧 他感觉不是真的 我感觉不是真的 我也不强不得 你看着也不像真的 我给你说的是吧 我手一钉有那么沉 看着像真的 应该是真黄金 这是个古法锁子 黄金锁 二百块钱买的到底亏不亏呢 我们现在用火烧一下看一下 我觉得是赚大法了 这钉了有十几个的 价值几千块钱二百块钱收 那肯定 肯定是划算 我烧一下看一下 他是不是真黄金啊 直接把它烧化了啊 把它烧化就可以看出来 看看没有 看一烧 如果是假黄金一烧它会变色 真黄金烧完以后还是原本的颜色 对不对 这一烧 你看都没有变色 真的吧 我刚才就跟你说了 这个是真黄金 你也在这边捡大路上 我们看一下他资多少钱 二百块钱 买的一个黄金钥匙 我们看一下能挣多少钱 还得给 给你弟弟是吧 再给你弟弟 好好好 我们看一下资多少钱 蹭一下 我给你蹭一下看 他现在资多少钱 好吧 好 这个现在有十点五一克 十点五一克 现在黄金一克大概是四百 十克就四千了 四五 两百 也就是说你这个 你这个现在这个锁子 现在这个价值四千多 四千多 他花了两百块钱买的价值四千多 这肯定赚大法了 真的赚了四千块 真的真的不赖不赖不赖 这是真黄金 来看一下 看一下 真黄金 真人八斤 真人八斤的真黄金 这可不是假的 200块钱能收到 真的是不错 回去再给你弟弟店 真的真的不假 对 真的真的 如果是假的一钉都钉出来了 这个有那么沉 我当时没收的时候我就说 这肯定是真黄金 200块钱买的价值四千 这肯定是可以 可以 硬去可以 可以 是 嗯